包生制度是中国菜系的四大珍品 来到了宜兰的郊西 听说啊 这边有一位专门养殖鲍鱼的大王 他一个月可以卖出2000公斤的鲍鱼 身穿破罗山满脸笑容的吴文燦 是宜兰的鲍鱼养殖大王 他成功培育繁衍的鲍鱼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唱歌了 你好 一年慢慢在彩色上面 彩色上面 对 会破掉鸭石哦 鲍鱼在哪里啊 来 向后爪给你看 好 鲍鱼 对啊 蛤 哪有这么小的啦 哦 而且还是绿色的 哦 拔不起来呢 对啊 他比我的拇指还小 这个 别塞牙缝都不够啊 等一下会带你这个地方更大的 有更大的 这是我刚凡一只成功的 哦 刚刚这个大概多大 这个叫两米米 两米米 是几个月大 已经五个月了 五个月的鲍鱼长这样哦 是啊 五个月大的鲍鱼 比十元硬币还少 因为都是吃海藻长大 所以外壳呈翠绿色 没关系 我那里有养一年六个月 一公斤十颗到十五颗的 哦 所以要养它 它才会长大就对了啦 是啊 没有养它 又不会长大 所以等一下我带你去看资料 哦 我们要去找资料就对了 好 来一趟 来一趟 这边这边 这边 没想到要去找这个资料还要坐船 好 用这样慢慢的下去 慢慢下去 这就是龙兮菜 鲍鱼的主食就是吃这个 啊怎么看起来 黑黑的跟我在那个什么 餐厅里吃的绿色的不一样啊 它只要加热就变成绿色了 哦 洗一洗就变绿色哦 这个人可以吃吗 可以啊 这样吃 哦 很脆啊 哦 怎么会减减呢 啊这是海水啊 一度啊 它水的鲜度是一度 客人啊 别小看这片小池子 平均一个工人 一天可以捞到五百公斤的龙兮菜哦 一公斤的龙兮菜 可以卖到五块钱 下来啦 这速度 这太慢了啦 速度怎么办 等一下 等一下 为什么要下去 下去速度 哈哈哈 这是深海泥土 小哥这个可以 赶给美农哦 是不是 等一下 你慢慢走 慢慢走 哦 汉哥给我整 哦 你看龙兮菜 有没有 天然的夹花 有没有像猫王一样 哦 来 有咧 有咧 哈哈哈哈 好啦 真的工作啊 才有工钱啦 哦 哦 你的料啦 五百公斤回去养鲍鱼哦 五百公斤哦 不是五百台鲍哦 我们这样捞捞捞 太阳下山应该都捞不完吧 我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哇哦哦哦哦哦 这是人家海边哦 在说那个树木鱼苗 哦 东西一模 工具一模一样啦 教你 好 教我 哇 你一边我一边 怎么弄啊 往前走 往前走啊 对 很重耶 对啊 哈哈哈哈 怎么推不动啊 一天六 要都是 五碗换啊 直接这样 哦 OK 好 慢慢走 慢慢走 真的好难走啊 很重耶 哦 好多 对啊 都是龙虚草耶 哇 哇 有没有看到 一次就一大把呢 是啊 一次就两百公斤了啊 真的好多 哇 龙虚菜的生命力很强 一年四季都会生长 将它丢进池子里 只要一个月的时间 就会长满整个水池 采收完饲料后 回去喂鲍鱼咯 哇 这边很丰盛 是啊 鲍鱼这样肚子饿了吧 来 教你这样分开 哦 要分散哦 对 要分散 哦 这样一小撮一小撮的 对对 不能全部下去 不能这么大哦 哦 不能这么大哦 对对 要分散 它才吃得到 才吃得到哦 是的 陶鸡 我很好奇啊 你养鲍鱼啊 要怎么样的环境才适合养 平均温度15度到20度 就是最养鲍鱼 它的咸度呢 到3.2度到3.5度最好 采口还补充说 如果天气热 水温过高 鲍鱼会变得懒洋洋的 没有力气吃饭 就会影响发育 卖相就不好看了 阿昌哥 我去帮你喂隔壁那一次啦 你在这边喂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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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 明天就要收 两天 过两天就要收神了 过两天要拿去卖了 对 已经有钱帮我订好了 所以不能再喂了 不能再喂了 因为两天不能喂死它 把体内的肚子清空 哦 就是把它那个 内藏清空 体内环保就对了 对 把脏东西都排掉 对 它这样吃起来 它边有点沙的口感 哦 才会更好吃 吃起来就比较好吃 没错 鲍鱼要卖出去前 可是得进食整整两天 把体内毒素和肠内废物排出 这样的鲍鱼才会漂亮 要采收之前呢 先要把池池洗干净 好 来 这是海水哦 对 纯海水 然后把它冲一冲 洗鲍鱼池 得用强力的水柱 仔细来回冲洗鱼池 而且每周都要清洗 洗完后就能下池 采收鲍鱼咯 要采收了 对 来 哇 天然地 哇 鲍鱼耶 你用手拔开一看 好 好 好 拔不起来 我死尽了吃奶的那些 就拿不起来 对啊 你这个不用怕小偷来偷了 不会 不会 我有带工具来 你一根 我一根 要用工具吧 不是 要从它的后面 屁股 屁股哦 对 要采收起来才不会伤到它 哦哦哦哦哦哦 对对对 哦呦呦呦呦 采收也有技巧的哦 是的 是的 你要看工的还是你的咧 我教你 来 这样 躺开来 贴色的就是母的 嗯 有没有 有 要不要买 诶 是母的 哦 都是母的 为什么 白色 白色才是公的 哦 慢慢擦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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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 有没有工工的 哦 它这个 吸得好紧哦 全部都是母的 哦 带我看 哦 都是母的 母的 鲍鱼哦 有80% 都是母的 开一只公的话 可以配10只母的 哦 看到了 哦 看到工的 所以吃这个 赞 有用 不够烂啊 翻了10多粒的鲍鱼 总算看到一只公的 翻开肉一看 里头果然呈现白色 在鲍鱼的世界里 男女比例一一比十 工的可是超级珍贵 怪不得许多原本养殖 九孔的业者 都改养经济价值高的鲍鱼了 他说有私藏好料要让我补一下呢 这是我特定为你准备炉的 哇 啊 这样怎么吃 拿着 好 拿着哦 好 从前面 等一下 从前面 再挖 哦 挖起来 哇 好 壳放下去 北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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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呢 然后再把 直接吃吗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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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不行哦 把前面这个沙头 嘴巴这里外有一条沙巾把它去掉 哦 这是一块筋哦 对对对 来干杯干杯 鲍鱼身体里头有一条细细的沙巾 因为口感不好 吃之前要把它拔掉 还有鲍鱼嘴的部分也要去除掉 以免影响口感哦 来干杯干杯 Cheers Cheers 哦 干鲍鱼 哦 口感好不好 好入味 而且超醉的 感觉那个酱汁啊 哦 都吸到那个鲍鱼里面去了 你看这个颜色 我已经重化一点六个月 才会有 有点大黄色的 能吃吗 可以啊 我都吃了黄色的啦 我都吃了黄色的啦 我都去检验过 才敢拿着吃啦 这本来没有玩五季的 原来餐狗是利用日本酱油和独门配方 将鲍鱼卤过后 真空包装 急速冷冻成那一年六个月 才会这么入味 吃了一干甜不会死咸 吃了之后 男生会怎么样 嚇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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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嚇 我告诉你 白天自己打磨嚇嚇嚇 我给你口实来了 我那时候 如今 我可以行 香脖了 对不起 好 然后 到那边 来 你 separation